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今年3月30日 通过了经修订的基本法 附件一、附件二 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在今次完善香港选举制度里面 重要的一环是重新构建选举委员会 达致到具广泛代表性和均衡参与 选举委员会的规模虽然是由四个界别 1200人增加到五个界别 1500人 但是里面也有些界别分组 是席位少了一些 今天我就请来在第二界别 专业里面其中一个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专业界别 就是医学及卫生服务界 其实一位医生 也都是大家很熟悉 我的旧同事高永文医生 多谢你 永文 我刚才很坦白已经说了 你们的界别是会有点不开心的了 现在让你自己发表意见 是的 的确是的 因为我自己和界别里面的朋友都很留意 这次修改了附件12之后的情况是怎样 也都留意到无论在选举委员会 或者在立法会的选举里面 其实因为将医学界别 还有原来的医生服务界是合并了 所以医生来说 无论在选举委员会出线 还是在立法会能够选举代表的机会 应该说大为降低了 这次好像刚才所说的 因为要据港盘代表性 在选举委员会增加了 起码七个界别的分组 所以在这个改动的过程里面 就出现了这种现象 但是医学卫生界也不是唯一的界别 好像将它合并了 我们本来的建筑测量和规划园境 都是四个专业 就是一个界别分组 好像我访问了Nisa姐 体育文化演艺出版 都是四个行业 就是一个界别分组 但是希望我们日后 这个医学及卫生服务界 能够真的有均衡参与 所以其中15个席位 就是当然的 譬如我们很重要的机构 是医院管理局的主席 医务委员会的主席 菲利牙科医院的主席 所以这种的构赏 其实都是贯穿了 在这次选举委员会的设计里面 不过我们在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都有些特别 因为如果你说登记了选民的数目来说 在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的比例是差很远的 我们知道如果你说卫生服务界 起码都有三四万 就是这个范围的登记选民 而医学界只有一万多 所以在这样的比例悬殊之下 去参选 那个胜算 这个机会就会少了很多 所以我可否认 我们医学界的朋友就会有些不开心 有些失落感 我希望医学界的朋友就会和卫生服务界的朋友 其实我们都是一个队伍 就是医护一家 希望在这一个你可以说是危机 或者不是那么好的事态发展的情况之下 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的友致 就是参选的朋友能够互相多一点沟通 也都促进我们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的一些 以后的合作的机会 你刚才也说得很好 其实我们经常说一个医疗团队 不只是医生 你自己是骨科医生 其实你和譬如辅助医疗的物理治疗师 根本是合作伙伴 对不对 所以今次都希望整个医学卫生界 是一个更加团结 更加整合了的界别分组 你还有一个身份 就不用说胜算了 你一定胜的 就是你的全国政协的港区代表 就会在一千八人里面有一个席位 不过你好像是有得选择的 如果你可以在第五界别 以政协来去担任一个委员 也可以选择和你有紧密关系的界别分组 一定都是医学卫生界 那这种安排在今次都是挺特别的 我觉得 但说到这件事 其实我有一个难为的地方 是 也有一个矛盾在 是 因为如果我心是医疗卫生 那我当然其中一个选择 就是去回医疗和卫生服务界登记 但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其实就是他们能够 可以让大家去选举的席位 就会递减了 所以其实现在我也在考虑这个事情 也都希望与业界的朋友 是 就是多些讨论 是 看看大家的想法是怎样 因为你都知道 政协和全国人大 那个席位只有190个 而实际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代表 那个加上的总数是超过200人 超过200 是 所以就要考考你的智慧 看看到时在哪里成为 今次1500人的选举委员会的委员 我们转个话题 今年你记不记得是医管局成立30周年 我一定记得 因为我根本就是1991年加入医管局 我跟你都认识了超过30年 我都有参与医管局成立 当时我在卫生署 你已经离开了医院事务署 就过档了在医院管理局 这30年来你如何看医管局的发展 或者是公共医院服务的发展 其实公共医疗服务的发展 在医院管理局成立当初 是 是 是 那大约10年左右 其实的确是做得挺好的 是 不过当然了 这个也是一部分是因为环境的问题 当时我们的资源 也都是比较充足 大家都对一个改革 尤其是管理的改革 去改善我们的效率 和服务质素 特别是我们的服务文化 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诉求 所以在90年代 我会是觉得 是我们公共医疗服务的一个 就是比较最好的一个时间 黄金的时间 我这么说 但其实每一件事 太好也会有一个问题 当时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们医院管理局的服务做得太好 能有时间很短 服务文化很好 那时有一段时间 我们的私家医院 抢了 就好像没有什么病人 当然这个也有其他因素 不是因为这样的 因为当时 在90年代末期 我们也释迟亚洲金融风暴 令到经济上比较差一点 这段时间医院的相反 因为自己的服务做得太好 就面临另外一个压力 私家医院那方面 就有很多的声音 但是到了金融风暴之后 我们在2000年初期 政府自己都有结构性财赤 跟着削减我们公立 这个你也有份 削减我们的资源那时候 其实也造成不少的影响 那及后来说 我相信在跟着这十几二十年 因为人口的老化 就令到我们公共医疗体统的压力 非常之大 所以现在来说 可以说我们又面临另外一个 你可以说是危机的 因为人手又紧张 服务需求又大 但是轮后时间越来越长 等等 说起人手需求大 你知道最近我们推进一个政策 你们都不是很满意的 就是希望引入一些 非本地培训的医生 不过我都希望趁你在这里 就重新 这个也是支持香港 整体的医疗的发展 因为人手不够 其实现在在公营部门 那些同事的压力很大 也都令到市民 对于服务的需求 没有办法满足 所以我们很快会提交 那个条例的草案 大概我都知道 希望业界都可以支持 我想特首都知道 我自己在政府的时候 其实我都不是赞成 是直接修改的条例 令到非本港毕业的医生 可以直接免试注册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一部分医生 如果你可以直接注册 他可以选择在私家执业 实际上就未必能够 帮到公立医院 因为人手最缺在那里 不过我也都留意到 现在政府提出来的 这个法例里面 是有很多的关系 也都包括要求这些医生 在公立医院服务 最少有五年 諸如此类很多的要求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希望不至于 对我们的服务 造成太大的冲击 你问我们医生 我们一定是 不会很赞成的 这件事 不过另外一方面 我也都看到 我们因为医务委員 你不会使用有限度注册 这个安排 其实效率并不高 而且今次的条例草案 我们是局限在香港 永久性居民 其实都是香港人 不过在外地 接受了医疗培训 希望回到香港服务 我们都是将它 局限在公营的医疗 机构服务 都要一段时间 还要拿着专科医生牌 才可以离开公营的服务 所以目的都真是舒缓 现在在公营医疗系统的压力 这个目的我们都明白 我相信讲道理 我们这些医生的业界 都会明白 这个我想叫做政府的苦衷 虽然我们的态度上 仍然都是应该要坚持一个 我们所谓 Universal Licensing Examination 这个是我们的态度 我都很希望 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好 总之最后 都是以市民的利益为依归 能够直接帮助我们 尤其是公营体系 能够提供 符合一个要求的 一个水平的服务 给我们的市民 我想这个就是大家 共同的一个 这个一定 一定是我们的 偵察的目标 由于我和高医生 有长期合作的关系 所以如果要谈 有时间谈 有时间谈 今天非常多谢高永文医生 接受我的访问 讲讲在今次 完善选举制度里面 医学及卫生服务界的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